抱有我不早发难 不守见乎 不守见乎 有一回就是我们在跳赞美超一个弟兄 他做过一个邀约 就是在那个桃园乡的一个教会 他是比较偏眼的 那一次的主题就是 我邀请我们去夫妻两个去参与 跳赞美超 带领他们也是认识赞美超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必须要两个人要去讨论 要怎么跳 然后两个人的配搭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也很满 到了我们去服饰的当中 服饰完以后都还有一个时间 可以到当地的风景区去走一走 所以我们在这个跟赞美超的服饰里面 然后也带进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还好这个跳赞美超是你自己 不要吹净 不要吹净 神经的我会有应付 不要吹净 不要吹净 神经是会是我自己 因为他是突然跳进来说要参与的嘛 所以我就觉得说也不错啦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好像是兴趣也好 然后是一个目标 然后在像这样子要卷定的时候 我们就会互相再练习 支持鼓励这样子也是很好 对 因为除了工作以外 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多的兴趣 就是教会老服事的活动而已 所以有透过赞美超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身体的操练 没有 其实我们是同步 因为我们是配合教会的一个社区的活动 去参与的 那是杨老师说这里有在训练 看要不要再参与 就从第二集开始参与的 我们就希望把全部的赞美超的那个十集 能够把它完成 学习完成 我是严宇楼 那我们是在新生命宁娘堂 中正一路那边的教会 那会参与赞美超是因为我们教会有在一个 足夕礼那边做一个服事 就是类似室外的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想要来带动那社区的人 因为我们有姐妹住在附近 然后她一直有很关心周边的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个英雄姐妹 所以我们就借由赞美超的一个行器 在那边做一个服事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配合教会的活动 一方面是说参与 然后来慢慢的接触以后觉得赞美超真的是很棒 我们因为跟姐妹一系统配搭嘛 那到足夕里的赞美超开始由老师的用心的带领我们跳赞美超 我们发现我们的杨老师他真的是很认真地在带我们 因为我们初学者其实都跟不上 真的是跳得里里啦啦 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杨老师他就是很温柔的 然后也很认真的 甚至每跳完一个超都会来告诉我们重点在哪里 让我们经过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就前前后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爱上了这个赞美超 也很喜欢这个赞美超 她的赞美超对我们生活里面 已经形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跟我的姐妹是同一个教会 在高雄市的新生命灵粮堂 我们平常也都是有工作啦 那我们也是特地的 就是把礼拜二分别出来 或者是刚好这一季要学习赞美超 我们就事先来安排 有一个预备心 我觉得赞美超就是可以 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参与 然后有机会亲近神认识神 这是最棒的传达福音 感觉是最简便的一个方式 那我希望说未来我们如果真的能够 成为正式的老师 有机会也是这样子去拓展 来做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带动 这样子也不错 这一点是特别感动 我们在跳赞美超 里面有一个弟兄 曾经她是因为可能就打了这一些 类似义仿的针 所以身体上就垮了 甚至她被她的家人 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流落到街头 那我们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姐妹 出了爱心 打她招待 邀请她来参加赞美超 她刚开始身体是不好的 那因为有了这个团体生活 赞美超也算是一种户外的教会 所以在那边读经祷告 跳赞美超 现在都可以跟我们怎么样 本来是没有办法 很正常的这个体力 现在是可以活动的 可以来跟我们 来一起来参与赞美超 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情 其实我们男生来讲 我们平常是比较对最方便 比较不会去关心她 或者是把心事放在这边 那就是陪着我的姐妹 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赞美超的一个训练 我没有报名 那个严姐妹报名 那来到这个 后进教会这个场地里面 我发现 怎么大部分的 的这个培训的 都是女性的姐妹 只有一个男生 我心里自己告诉自己说 这个弟兄也太勇敢了吧 于是我当下就 那我也来参与一份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冲动法 或者是神的感动 然后就这样子接触赞美超 在接触赞美超的时候 发现所谓的一边跳赞美超 然后一边来唱神的诗歌 这个对我们 事实上是 对我们的身心灵 是很有帮助的 有有特别不一样 真的 其实你来受训以后 你才真的知道说 跟我们平常在公园 跟着跳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了解 他每一个动作 想要表达传达的是什么 对 那个属灵的意义也好 或是在肢体上的 一个舒展也好 透过老师的讲解 每一个步骤 你除了可以做得到位以外 你真正能达到 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 经络的舒展以外 你就是能够知道 每一个动作会让你感动 打动你的心 对 他每一个曲风的表现 都会让人觉得说 真的 哇 真的是 吴美宁老师真的好用心 要设计每一个动作 又配合这个诗曲 真的是不简单 是 平常在公园跳 可能就是 比较随性 那来参与 这个培训里面的 每一首曲子 它的动作 是都有它的含义 比如像 从日出到日落 它的手就会 有力量的 这个 上三到五后 这个点 起 跟这个过程里面 都有带入这个含义里面 所以在受训来学习的时候 这整个赞美超 它的精神 就可以更融入 我们在跳的里面 跟在一般随性的跳 哇 这差很多 因为有教导的时候 才知道 每一段的重点在哪里 我刚开始接触我们赞美超的时候 只是觉得它好像一般的活动超 但是真正透过我们学习之后 我们才了解说 哇 赞美超真的很棒 它不但每一首歌词都是 源自于神的话语 然后透过我们吴美云老师 用心的编排 那又编出各种不同的曲风 让我们的身体更为健康 又能够得到心灵的一个 启发跟成长 可以让我们透过话语 能够来从内心向下扎根 重点就是 可以透过赞美超 让新的人来亲近我们 来赞颂我们的神 这是可以说是一个 身心灵的一个调和剂 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它 喜爱它 这也是为什么吴美云老师 所推广的赞美超 可以吸引到四大洋五大洲的弟兄姐妹 共同来参与 真的非常令人敬佩 吴美云老师的付出跟用心 更感谢神的恩典 给了吴美云的感动 我们才有这样一套专属的运动超 来操练我们的身体 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推广赞美超 不但立人立己 还可以能够来歌颂赞美神 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 阿们 阿们